大家好,我是阿姬,欢迎来到虎课网 这节课讲见面工具,案例会稍微复杂一点 也许有同学看完上节课,画笔工具的时候会抱怨 说课程怎么不给一个完整一些的大案例呀 但是单独用画笔做这大案例的情况还真是不读啊 如果要演示,我只能给你们演示画画了 但这个又不是画画课 但是画笔用到的地方很多呀 在讲画笔工具之前我们就用到过好几次 那么这一节见面工具也会用到画笔的 好,我们先建一个空白的文档来看一看见面工具啊 在这里 它跟油气筒放在一起 我们先讲油气筒它简单一些 实际上就是填充前景色 倒一下就填充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不讲它了呢 因为就是我们之前用过啊 填充的快捷键是out delete键 直接用这个填就可以了 然后填充背景色的快捷键是control加delete键 直接填充就可以了 有一点难记啊 这个快捷键长得很奇怪 但其实大家只要记一个就行了 因为切换它的快捷键是x 所以一般我只用out加delete 然后要填背景色就x一下再填充 就出现一个渐变色 我们试着拖动一下 就出现一个渐变色 这个渐变色刚好是前景色到背景色的渐变 这颜色有一点赤偶 看到在上面的选项栏里面 我们点击这里可以改变它的颜色 首先在这里它给了我们一些预设的效果 这个跟老板的预设效果没有变 都挺难看的 这个很常用啊 黑到透明 透明的渐变 这个我们新建一个文档来试试 把背景关掉啊 它是到透明色的一个渐变 如果我们想改变颜色的话呢 直接在这里双击它 双击小图标就可以修改颜色 单击可以增加一个小图标 加多了的话往外一扔就没有了 然后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它就是蓝到绿到透明的一个渐变 就是颜色和透明度放在一起了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色标是改变颜色的 从蓝色到绿色 上方的色标就是改变透明度的 参数在这里 你看这里的透明度是百分之百 就是不透明度是百分之百 就是它是不透明的 然后这个位置它是零 就是全透明的 我们也可以调整成百分之五十 金变色是可以叠加的去填充的 这是它最基础的用法了 然后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个案例 画一个小月亮嘛 我们先图一个蓝天 out加delete键 新建一个图层 画一个拓远 今天色月亮的颜色是什么呢 月亮的颜色是白的 到浅蓝色 灰一点的颜色 那这个时候涂出来是这样子的 银色的 银色的 但是月亮我们想要它是球体 所以在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 渐变模式 纸上去它会显示 渐变方式 这个叫线性渐变 也就是平直的渐变过去 这个叫镜像渐变 来试一试 这颜色不太明显 我先给它选差异比较大的颜色 镜像渐变 它涂出来的是一个球体 然后你 鼠标开始的位置 决定了你开始渐变的位置 然后线的长短 决定了你渐变的这个大小 渐变的幅度大小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角度渐变 和对称渐变和菱形渐变 我们可以多来试一试 角度渐变就是这样子的 对称渐变 对称渐变和线性渐变差不多 只不过线性渐变是两个 它是三个 还有心形渐变 后面三个用到的场合 相对来说少一点 主要就是前两个用的比较多 我们来试一试 镜像渐变 我们把颜色换回 差异小一点了 近几年已经不太流行 差异特别大的渐变了 看起来会很土 这是底盘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 画一些月亮上的坑坑洼洼的东西 刚刚我们的渐变是从浅色渐到深色 然后如果我们勾选反向的话 它就是从深色渐到浅色 换回线性渐变 M键切换椭圆 G渐变的快捷键是G 都沿着一个方向来啊 那出框了我们前面讲过 剪贴蒙版 out键点一下 就剪贴了 也不需要太多 这样我们一个小月球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在它的基础上 这节课要特别跟大家强调 其实之前也是说过的 PS它所有的工具的用法只是工具 你一定要锻炼你的审美和视觉能力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观察它的视觉能力 就是这个月球它还是比较的单调和单薄对吧 因为它颜色太不丰富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修改 好 那么渐变色除了用渐变工具 其实我们直接用画笔 右键 右键 软画笔 把画笔放大 其实这样涂出来它就是渐变色 然后把叠加模式换为正片叠底 我们用到了这个东西 把画笔缩小沿着边缘描一圈 L键是套索工具的快捷键 Ctrl T自由变换 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坑坑的大小 Ctrl键时间是移动工具的快捷键 如果我们还希望月亮发个光 我们可以在它下方新键涂层 在下方新键涂层 我们需要再画一个月亮大小的圆 但是不需要重新做选区 按住Ctrl键 单击涂层的这个图标 单击一下就调出了它的选区 Ctrl键单击任何涂层 就会直接调出这个涂层本身的画面 好月亮的图标 然后我们再使用界面工具 这会儿呢做发光效果 发光效果我们选择颜色到透明的 颜色 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颜色好看 我先选个蓝色 然后另外一个也选择蓝色 直接用小吸管在它上面吸就可以了 确定 把上面的隐藏掉先 好 反了 用镜像渐变 还是反了 反向勾调 好 发光 Ctrl D 取消选区 然后Ctrl T 自由变化把它放大 还记得我们快捷键的时候一刻讲过 同时Ctrl T的时候 同时按住Alt键和Shift键 是中心等笔缩放 这样就发光了 这个光的颜色如果大家不满意的话可以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小月亮 小月球就做完了 Shift键同时选中编组 记得切换回中文输入法 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 这个组给拖动到旁边去 这是第一个案例 用界面工具和画笔工具完成的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界面工具 它其实在画写实的图标里面 它有很多的用处 因为用画笔操作的时候 它人为的嘛 比较的自由度比较高 它就很适合画画 但是界面工具 因为它是通过计算的 所以我们在画一些 标准的图形的时候 用界面工具去填色 它会比较的合适 比如说这个角度渐变 新建一个图层 比如说角度渐变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 但是有的时候它就会 作用还是比较大 这个就需要经验去积累了 比如说角度渐变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新建一个 再新建一个 它们俩换个位置 这是黑的 这是白的 这个位置刚好在50%的时候 这个位置在25 也就是四分之一 这个位置在75 75也就是四分之三 另外按住out键 直接复制 out键又出现了 out键的作用还是挺多的 按住out键 复制一个黑的在位置0 再复制一个黑的在位置100 那么这个颜色有什么用 看出来它就是一个锥形 那么下面一个案例 我们画一个锥子 渐变工具 角度渐变 在中心的位置 看到没有 同样按住shift键 你拖出来的线条就是 竖直45或者水平的 所有正的东西 要正的东西都是按shift键 比如说画正圆 正方形 正的渐变 以及旋转工具 旋转工具在这里 旋转速度工具 快捷键是R 以及你要旋转画布的时候 如果按住shift键 它就是45度旋转 这样子的 就很好用 所以shift键的作用也很多 那么一个锥子画完了以后 我们再去补充它下面的东西 同样是新建一个图层 在下方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 Ctrl键 单击一下 把圆的选区调出来 然后在选区的工具下 我们之前有说过 右键 变换选区 直接CtrlT是就变换 变换选区的话 是变换这个选区 同样是按住 out键加shift键 中心等笔扩大 选区就扩大了 不用扩大太多 然后做它的厚度 同样是 即 锥形渐变 我们这个厚度可以 刚刚 锥子的渐变是竖直方向的 这个我们可以做水平方向 然后它的颜色特别的亮 我们可以换一下颜色 把它的颜色给降一点 不要那么黑 白色也降一点 不要那么白 这个不要了 out键复制出来一个 这个也不要了 确定 重新涂 然后这就顺眼多了 上面这个涂层 上面这个涂层 它的边缘还是很突兀 我们在上方再新键涂层 out键建立剪前蒙板 用画笔工具 B 画笔工具 写一个黑色 软化笔 在边缘轻轻地涂一涂 它就变成软一些质感的了 其实这个操作也可以用 键边工具去完成 如果你觉得控制画笔很困难的话 我们把它清除掉 同样是Ctrl键掉出 掉出它的选区 然后用界面工具 那如果我要描边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是中间是透明的 外面是有颜色的吧 我们选择它 中间是透明 外面是有颜色 并且有颜色的这个范围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涂出来 镜像渐变 它是这种 这种样子 我们要反向 就是这样了 我们挪错了东西了 应该挪不透明度的位置 好 这就差不多了 外面一圈是黑的 中间是过渡到不透明 但这个黑特别的重 所以我们把黑的位置的 不透明度也可以降下来一些 确定CtrlZ撤销 然后CtrlT Alt加Shift键往外放大 这个时候是做了剪贴蒙板的 所以它不会扩大到圈外去 然后套上涂层蒙板 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套上蒙板 用画笔 用黑色的画笔 把太深的地方擦一擦 把太深的地方擦一擦 浅的地方就留着 再放大一点 继续观察这个图 还是觉得侧面的厚度 有一点太亮 光线一般来说 只来自于一个方向 假设我们的光线 是从上面来的 那么这一块侧面 它比较亮 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下一方 就不应该这么亮了 所以呢 我们在下面这一层上面 继续做调整 新键涂层 Out键 建立剪贴蒙板 然后把下一方 要黑一点 上一方是白的 那继续选择 渐变工具 黑色到透明的渐变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 线性渐变了 反了 然后呢 把它模式改为 真偏叠底 不透明度降一下 好 那么第二个运用 也完成了 编组 这是角度渐变的 特殊用法 角度渐变 它能用到的情况 还真不多 常见一点的 大家常用一点的按钮 可能还是日常工作的 那种椭圆的按钮 或者方形的按钮 对吧 这种按钮 本身也会用 也会用间点色 我们先填充一个 颜色 然后呢 给它加上文字 超纲用一下 字符工具啊 文字工具 可以在这里调整颜色 好 给它加上渐变色 我们同样 单击把选区调出来 用渐变工具 把深红到亮红的一个渐变 用线性渐变 这样它就已经有立体的效果 可以按了 如果大家用的是这种效果的话 它的渐变幅度比较大 比较明显 它一般会用在 电商氛围比较浓厚的 或者游戏图标的这种 需要按钮比较厚的 当然也可以 按钮的颜色薄一点 那么我们就把 色差不要改得那么大 先选择一下同样的颜色 然后再稍微调整出来一些差距 这样也是具有立体效果的 所以大家以后在 临摹一些案例的时候 有的时候视觉上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颜色 实际上它里面含了 很多的颜色 一定要注意去分析和眼睛去观察 文字也可以加上渐变色 文字加上渐变色的方法 不能直接用渐变去涂了 这个我们之后 在介绍到适量工具的时候 会专门来强调 那这里也是稍微超纲一点的 直接双击涂层 直接双击涂层 涂层样式 涂层样式这个整个面板 我们之后会专门来讲解 在这里给文字加上渐变色 就在这里渐变叠加 看到吗 它会一样的 渐变编辑器是一样的 在这里点开 那你就可以给它上不同的颜色了 这里就是灰到白的渐变 挺好看的 我就不改了 这是第三个案例 编组 那么今天案例就选到这里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去练习 那么再给大家提示一个 容易遇到的问题啊 我们导一张图进来 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在图层蒙板上面使用渐变工具 一张图给它套上图层蒙板 图层蒙板我们说过它上面的颜色只能有黑白灰的颜色 切换渐变工具 如果我们直接去图 它就没有了 因为它这个时候是红到黑的渐变 虽然这里显示的是红色 但是对应在蒙板上面 它只有黑白灰 它是这个颜色 也就是黑到灰的一个渐变 我们可以选择 黑到透明的渐变色 反了 把它反向去掉 在蒙板上面 这个渐变是可以叠加的 只要多图几次就可以了 这个在用摄影图做背景的时候也经常用到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蒙板上的见面工具的用法 这节课就到这里 记得做作业 下节课见